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还不是要送我的 并非特意挑选 今日来 你累了 就当作是谢礼吧 送人东西就送人东西呗 还非要让那么大个弯子 谢了 你送我这个梳子 该不会 是想让我梳头的时候 时常想起你吧 你可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身怀绝情果 口是心扉 再这么坐以待毙下去 等凤舞有一天站稳了脚跟 会有我们的好果子吃吗 如今这情形 一定不能让凤舞离开边境 就让他在这儿嫁了 一旦他回到原都 你我 连同父亲 都可能丧失现在的地位 你放心 我早已有了合适的人选 来 怎么了 这么大气 是不是凤流那个丫头 又惹你生气了 凤少高主 玄公子 你家小姐呢 小姐她 她被大少爷拿夫人做威胁 所以只能跟着出门了 说 说是去承培证监那边转转 我也去 你就别跟人添乱了 我真是脑子进水了 才想着来看看凤亦然能闹出什么吆喝子 就这样 爹 吴小姐 既然我孩儿喜欢 我就不多说什么了 吴小姐想要什么 我们都能满足啊 同妹 人家毕生楚都这么说了 快表个态啊 表什么态啊 君弟家 君弟家 您怎么来了 我君灵渊的未婚妻都敢动 等我死了吗 我尚未大婚的灵妃差点被人拐跑 怎么 我不能来吗 灵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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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可是您跟凤云的婚约 不是都已经解除了吗 好 那我就在这儿说清楚 我跟凤云之间的婚约没有解除 她还是 我的未婚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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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cl맙 你们 好 是的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